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有關磁力線的圖形 下列哪些為正確 首先這個是 磁力線由N級射出來 繞到S級去 由N級射出來這個對 在這裡的話 從這個圖我們發現 這磁力線它有互相排斥的現象 為什麼它會互相排斥 因為它不能穿插 就是說 兩條磁力線它不能相交 比如說這裡是N級 這裡是N級的話 它不能這個磁力線射出來 磁力線射出來 結果相交 不行 因為它不能相交 所以這兩條磁力線會互相排斥 現在問題是說 磁力線為什麼不能相交 理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曉得 磁力線代表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代表磁場的方向 如果它磁力線有相交的話 比如說交給這一點 這一點 磁場就有兩個方向 但是問題是磁場只有一個方向 它不能有兩個方向 所以 任意兩條磁力線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相交的 因為什麼呢 因為 任何一個磁力線 它上面每一點 都代表磁力線的方向 磁力線它只有一個方向 所以的話 那一點的話 只會有一條磁力線通過 不會有兩條不同的磁力線通過 也就是磁力線它是不會相交的 所以甲這個圖是對的 磁力線是由N極射出來 所以甲是對的 乙的話也對 從N極射到S極 這也是對的 上看丙 丙這也是對的 從N極射出來 S極的話吸進去 而且這磁力線還是不會斷掉 它在裡面的話 還會從S極射到N極射到N極射 這樣繞一圈 所以這個圖也是對的 好丁這個圖也是對的 因為磁力線的話 是射進什麼呢 這畫錯了 射進S極了 射進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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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四個圖都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甲與頂丁都對